用坚持和执着,创造历史,勇攀高峰的还有中国百米飞人苏炳天 日前,苏炳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他已经结束了四个月的东逊 即将开启世外新赛季 接下来,苏炳天将征战7月在美国举行的田径市井赛 以及9月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 不过他坦言,由于年龄伤病的影响 自己可能无法再次去突破新纪录了 无论如何,能够克服伤痛站在赛场上 就是突破自己,就是了不起